各位好,我是Will 我前年暑假的时候 做了我人生中最大的决定之一 我决定把中文学好 那个时候整个英国书一个封锁的状态 我每天在家里边无所事事 当时我一如既往地坚持学中文 我每天跟我的一个很好的华裔朋友 用中文聊天 并且积累新的词汇 搬到了曼城之后呢 我学习中文的新篇章就开始了 我叫了很多中国朋友 一来二去我的中文学得越来越好了 两年前的我无法想象 我今天能坐在这儿拍这个视频 在两年内我达到了一个基本上 能够无障碍交流的水平 今天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学习中文的故事 而且介绍一下中文怎么改变了我的人生 那我就开门见山 咱们开始吧 首先咱们来聊一聊 中文对我的性格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本人属于那种比较社恐的人 我上大学之前 我甚至特别特别担心 我到时候叫聊新的朋友 通过学习中文 我一直逼着自己走出我的内心的舒适圈 因此不仅叫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同时呢我也变得比较外向 这些经历让我深深地意识到 学习一门外语真正的价值 一眼一鼻之 只要你能够学好一门外语 就可以达到一个更母语者 压根没有什么距离感的一个状态 并且很顺利的叫新的朋友 我也意识到了在学习外语的过程当中 叫一些母语者朋友的重要性 不管是纠正你的错误也好 叫你生存也好 这帮乐于助援的朋友 跟我学习中文的故事真的是分不开的 在这个视频里边 我想再次感谢我所有的中国朋友 没有你们真的没有今天的我 同我认识这么多中国朋友 我不仅能够彻底沉浸在中文的环境里边 还可以更深地了解中国文化 比如说今年段午节的时候 我在曼城花龙粥去了 那时候除了花龙粥以外 我还有机会吃粽子了 我在这儿推荐每尝过的小伙伴们 赶紧去尝一尝太好吃了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很深远的 但对以前的我来说也是很神秘的 于是中国就变成了一把钥匙 帮我打开这扇门 最近我有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参加全英汉语桥比赛 肉类的食物往往这三个都有 虽然今天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增加我们得心脏病的风险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生活方式 就像中医所说的三分条 积分样 当时真的是机缘巧合 我能够参加这个比赛 就是因为当佛育儿的时候 我正好认识了一个中文老师 然后他把我的那个微信 推给曼大孔子学院的院长 到最后他同意我代表曼大去参加这个比赛 我实在是太幸运了 我想都没想到我能站在那个台上 说过关于医学的演讲 更别说获得特等奖 以及拿全英冠军 在这儿我要再次感谢所有的为我提供帮助的人 我希望过两个月我能去中国代表全英 参加全球比赛 但让我最惊讶的一点是 这个比赛的结果居然对未来的发展还有一些帮助 比如最近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公司直接来找我了 他们问我要不要把我的简历发过去 给他们看看 我也在考虑能不能去中国读研 或者是甚至在那边工作一段时间 总之把中文学成这种水平 让我不知不觉有更多的机会 于是有了更多的选择 好了谢谢各位的观看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量尽快回复你们 希望这一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也希望你看完之后 你心里面充满了肚子 不管你学的是中文还是英文还是另一面外语 我希望学习外语也能够改变你的人生 咱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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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